一早上起来呢 就把这个木头 昨天晚上找好的 给它撕一哈 因为呢 我现在撕的这方呢 是头上的 又放在上方的 然后我现在卡在这里呢 是要给它 装到地底下里面去的 一起两天 我不是找了一块地 又刷牛吗 然后 我打电话给上来的说 上来说 那里的话 虽然说那个地是我们的 但是旁边有那个羊的牛 羊的房子 人家的羊的羊 羊分又放在那里 而且的话会 可能就是会那种 那个不休嘛 所以 哎呀 还是为了万一 不发生一点什么 还是想着 把我家的这个牛 又给它刷在野来刷的地方 然后呢 那个黑牛呢 我给它 给那个老母娘呢 位置交换一下 因为那个老母娘呢 应该不会去砸那个墙 也不会去砸那个路灯 所以呢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 然后呢 这样都把那个牛肺给它弄外面来 牛肺都流到外面来了 房子里面都抓不下了 然后我一直刮成那个牛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刚好有那个牛的 我吃的碗在那里挡着嘛 寄手机给我的那个姐姐呢 哟 给我寄了好多吃的牛奶 花生牛奶 全牛奶吃的水果果度还有什么什么 小好多好多 不是吃的 她说我去地里干活呀 也可以拿着去吃 两个孩子也可以吃 还有呢 之前我不是看皮乐器有姐妹们说 洗屁屁要单独一个盆 因为我给两个孩子洗屁屁 给洗酒是同一个盆 所以我家想着 哎呦那不行啊 所以我得另外再买一个盆来 给孩子洗屁屁 但是呢 那个是同一套的 洗脸的盆 洗酒的盆 洗屁屁的盆 人家 我只要一个 洗屁屁的盆 人家不给我发 所以就只 还是就买了 三个了 这三个盆呢 以后就 只给大宝用了 这个酒呢 现在好多了 都眨出兮兮的 热来了 白白的 已经没有看烈的了 然后呢 呃我专门买了个拖鞋 穿着干活 就是去干活 也比较特气的这种 然后呢 呃大宝呢 呃那个拖鞋也烂了一半嘛 所以就给他买了凉鞋 小宝呢 也给他买了一双 游戏的天气热了 我真的害怕 他们的酒也会像我一样 呃对了 姐妹们 就是上次 我也买了很多盆嘛 因为洗脚洗脸 飞了之后 有一个盆呢 我专门拿来 那个洗那个 小裤裤 所以呢 就那个的话 其他都不能用 所以我都是给他藏着的 所以那就不够用了 所以孩子呢 就洗脚洗屁屁 都是一个盆 所以我今天 也是之前 看了你们的评论 才买了这三个盆 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好 如果没有在家的话 还是没有时间 做这个饱饱饱的 今天在家有时间 所以呢 就做了个 买了个南瓜 然后做个饱饱 哦对了 姐妹们 呃拿那个吃的时候 换我脱海之前 我也去拿了快递 只是开车 我就没有拍出来 孩子呢 说是不吃饭了 手机 要喝牛奶 又吃吃的 所以呢 就吃这个馒头 就不吃饭 吃完了之后呢 这个馒头 还是热乎乎的 就拿了两个 给隔壁家的奶奶 姐妹妹昨天说 如果有厂家 给我寄样品的话 我要说出来哦 其实姐妹妹 这个帐红花 都是厂家寄给我的 但是她说 我身体不好 想寄给我吃 没说是样品